剩餘的日子 天天高等 剛剛要放人員有冬名選總統 今天來參拜 其實也想要來爭取公教界的支持 三萬共 以三位分 都為到 天上聖母 保併我們新北市 保併我們台灣這個土地 都可以平安 會一般繞進大活動 也是我們土生 共謠 相共和的宗教聖書 所以我每年都會來參加 我們媽祖的聖誕前秋的活動 今年我也是來 所以這是我每一年都會來 三年功來拜我們的媽祖 那是我在鄭家破罪的時候 我們也有保祖媽 那是我小孩和保祖 最極限的宗教 我在媽祖生三月二三 都會在我的保祖 來拜媽祖 來跟北部 我有機會 我們的媽祖廟 我都會參加完後 所以今天 你來跟我們媽祖 他媽祖生 祇情 來跟他拜拜 祈求我們新北市市民 可以平安順序 可以有一個好日子 也保併我們新北市的建設 可以大進步 最重要 祈求台灣 風調與盛 國泰民安 更重要 每一個台灣的人民 都可以過一個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感到 祝福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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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的一個領導 所以郭董 有幸為中華民國 為台灣多做事 我們都要給予肯定 我們都會同心其力 一起共同攜手 大家為國家 為人民多做事 所以他到宮廟 我也相信 也是在祈求 台灣這塊土地會更好 祝福祈求 五月十七徵兆 你還有變數 那怎麼看這個變數 不是黨中央還有其他思考 還說要來安撫這個郭台民 謝謝大家 其實我們都按照 黨中央的規劃 節奏 我們都會 全力以赴 配合 這個今天那個謝龍介 或是 郭清潤會在評論 我們開講 是說是鐵頭 就是回防南部的意味 那你有沒有跟他們聊過 傳達您 要給民眾的一些行程 謝謝大家關心 其實最重要 我們都是 愛台灣 愛這塊土地 有共同的想法跟價值 我們一起 讓我們的想法跟價值 跟人民 心念心 念做會 讓大家可以了解 為國家為人民 要這樣打拼 其實 我現在一心一意的 就是把重心 擺在市政 擺在市政的總執行上 我一切以新北市現在的市政 為最大的優先 然後把總執行 該辦的角色做好 我全力為新北市 所有對我的關心 我都謝謝 2025的非和家園 目前看起來是完全做不到 那台灣最重要的是 要有穩定的電力 更重要 有完善的電力 能源的配比 在這個配比底下 如何做好適度的調整 讓台灣能夠穩定 而且不缺電 這也是我們中央 也是未來大家 去重新思考的定位 就像現在的能源配比 我們大部分都集中在 我們的化石燃料 化石這個部分 也是火力的花電 配比將近達到百分之八十 然後我們的再生能源 百分之二十做不到 事實上 我們現在還是在用核電 核電也快將近預測 所以用這樣的配比 我們要去想想看 如何做好適度的調整 讓台灣不缺電 這才是我們一個穩定的能源政策